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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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今天想把這個東西設定在一種方法為之內 就是所謂奧體藥 這個藥呢 也可能是身體上面的藥 也可能是心靈那種 心情的那種 不是很舒適的那種感受 還有另外一種 我覺得好一種要威脅UPS 就是我們投入協助的行業上 是什麼一回事 或是有什麼樣的特別的因緣 或是有什麼樣的意見 所以我們是不是 我們先請您一見 就這樣子 我們先來看看 醫師各自分享身體的一些命中 各位來到這邊 聽我跟老師的分享這樣子 那我本身是一位醫師嘛 所以其實 我常在診間就是會遇到病人 我說 蛤 醫師也會生病喔 然後我們都會覺得 這個問句非常可愛 然後又很天真 因為大家都會覺得 癌醫師很會養生 很會保養身體 所以有時候他們 聽到醫師生病的時候 他們會覺得說 你怎麼會這樣 那其實我們今天就是 從我們身體的這些病痛 開始分享 其實醫師也還蠻常生病的 那譬如說 我自己就覺得說 我到了現在三次幾歲的時候 自己最深刻的感受就是 睡不好 那我想很多在場的朋友 應該也是有這樣的問題 就是睡不好的問題 然後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們怎麼樣的睡不好 以前我大學時代啊 我真的不知道什麼 叫做失眠 就是好像年輕人總是 沒有什麼睡眠週期可以的 那想睡覺就睡覺 然後想清醒就清醒 我記得大學時代呢 我還曾經有跟同學一起去夜遊 那夜遊往第二天早上排出 就是直接去上課 就完全不會有那種 第二天必須一定要保病的狀況 而且當時我也是就是 晚上只要停不下去 就馬上就睡著了 那殊不知呢 那殊不知呢 我到了三十幾歲之後 第一次 就是長到這種失眠的苦 好 那我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第一次 印象中最深刻的失眠 大概就是兩長年前 那因為我也常常看老師有寫 那個文章裡面有寫說 欸有做料理嗎 然後我覺得老師料理能做得快 有好這樣子 那天常看到老師就會寫說 欸我們廚房 準備什麼東西馬上就煮好 那我們兩年前第一次失眠 是因為我去學做料理 然後大家想一想 做料理是有什麼壓力呢 怎麼會失眠 那我去報了一個料理 我公認班 然後那一個料理班的學員 都是媽媽請的 然後非常會煮菜 那我記得這個料理班 是禮拜天的晚上 呃七點上到十點這樣 好那同一個班上的媽媽們 或者是人很常煮菜的這些主婦啊 他們都很快就煮好 然後甚至有人可能九點多 就東西都收一收了 然後就走了 好然後到了十點的時候 那時候我可能才剛剛弄好了 但因為料理班 他規定說學員 你們必須要把你的碗盤都洗乾淨 收拾好才可以離開 所以呢 結果整個教室 現在我一個人了 那我看到所有的媽媽們都氣我而去 然後我心裡有一種非公娘般的感受 就想說天哪 我把這個洗完大概要多久啊 而且 吐息班就等著我把它洗完大量這樣 等到我把這些軟盤都洗完的時候 可能十點多十點 然後當天晚上回家我就失眠了 然後我就想說 欸奇怪怎麼會因為這件事有這麼大的壓力 所以那天晚上睡不著 然後起來喝了兩顆安眠藥才睡著 這是我第一次知道說 喔原來我的身體會這麼的緊張 因為只不過是學紅燈乾的這個 就可以讓我失眠到半夜還趴起來失藥 結果好像彷彿這個失眠的開關被打開了一樣 那從此之後呢 那從此之後呢 我就還蠻常有這樣睡不好的狀況 那我記得就是還有一次比較深刻的就是去年 去年我跟信恩在討論相對論的時候 那一次也失眠了 那如果大家有在看聯合報復開 他有一個專欄叫文學相對論 那去年年底有一次跟信恩就是另外一個前面的醫師 我們曾經有一次的對談 我不知道其他組是怎麼討論的 但是我們這一組是用臉書討論的 某一天晚上我們就想說 把這個未來這次文章做一個主題上的溝通 結果在這一天第一回合討論完 我們有一些沒有共識 就可能就帶著這樣玄而未云的情緒去睡覺 就那天晚上我又失聯了 失聯了一個小時未云 然後一起來吃了藥再睡覺 第二天我就告訴信恩說 欸昨天晚上我失眠了 不要信恩跟我說 其實我昨天也失眠了一個小時 對 然後我就覺得 啊原來我們兩個昨天都用了文字而失眠 這樣聽起來好像還蠻浪漫的 對 但是這也就證實了說 欸到了三十幾歲的現在啊 我覺得好像有一些身體上的 像肌肉啦 或者是筋骨這樣 好像已經不再能被我所控制了 然後像睡眠甚至也不能被我控制了 我想這個大概就是我現在最深刻的 一個命頭的經驗這樣 我叫老師 你覺得怎麼樣 我其實從頭到尾都在失眠啊 從年少的時候 我大概從年少的時候啊 從頭到尾都在失眠啊 小的時候 也不說失眠 小的時候是很淺的 一下子就不貴窮了 但是小時候比較可饒我的是 最早的時候 三歲的時候 我其實遇過一種叫蜂巢症 現在的話 我覺得應該是所謂的蜂窩心組織炎吧 那是在頭上 所以你看我現在我的頭 其實這裡一個疤 這裡面全部都是疤 因為它就會 後來就會流濃出來 整個就非常恐怖 那個醫生已經束手的時候 叫我媽說 你就帶著去準備一下吧這樣子 然後沒有想到 我媽還是不死心又再去再看 就居然好起來 所以如果說我爺 都有什麼重要的 什麼過去啊 這應該 如果我將來變成我爺的話 這可能是想想想 那現在呢就是年 青春期啊 或者年少的時候其實 氣管都非常的不好 所以我長年都在肯定 要不然就是過敏 後來想起來是不是那個院子當中 然後有一株羊花 很激到羊花的季節 就開始發高燒 完喚的時候發高燒 我是非常怕打針的人 我媽 我爸爸常常帶我去完喚 撿個遊戲打針啊 要不能夠夠好去打針啊 每天完喚都去打針 然後讓那個燒退下來這樣子 然後我都在拉起來 我爸爸就送 然後那個吊氣師 他是吊氣師的耳朵 然後就說 誰那一來啊 誰那一來啊 就打交了 然後那個小孩子又來了 那大學的時候 我也有一個老師 非常有趣 他大一的事教我 我學校部吧 然後大學生的事沒有教我 然後他就跟我講說 為什麼 我就一直在我的課堂上 聽到你從大一科到大一科 中間兩天他沒有教 可是從大一科 聽到我的咳嗽 然後聽到大一科還有 我現在來相親的時候啊 居然我也在咳嗽 然後又很瘦 他才39公斤 我160公斤 39公斤 非常瘦的啊 那他回家就非常擔心啊 就覺得這樣的人 就是肺結核啊 還有什麼東西啊 然後他就一直他就 因為我公斤來交往 他覺得這個人還蠻有趣的 這身體是嗎 這樣子 原來他就站在重慶來 錄書街的 他說我站在這個十字路口 如果有人比他瘦 我就認了 結果沒有 結果沒有看到一個 比我更瘦的人啊 所以後來結婚以後 我非常改建 因為他鎮胖了大概近20公斤 快差不多20公斤啊 成果悲凡啊 所以剛才他提到這個 失眠的問題 其實真的是很嚴重啊 我到沈的爸爸去 去訪問那個白鑫勇的時候 白鑫勇一出來看到我 就說 哎呀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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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呀 這是同志啊 他說我們這是失眠啊 那些人啊 倒汗不是惡在機啊 他其實指的就是我先生啊 那個 只要頭上 頭上那個枕頭 立刻嘟聲就起來了 然後他總是說 你呀就是想太多啊 我什麼也沒想 那我有時候講 就是因為你打 擔擾了我 所以你今天先回來先來睡好不好 可是我到床上就一直想 他快進來了 快進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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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不是他就進來了 結果 他只有兩三個鐘頭啊 你第一排跟中間都還有問題 你過來 啊 終於進來了 搞不好還沒有還沒有半秒鐘說是啊 就開始打 所以我覺得這個問題其實是我簽字的問題 不是我的問題 有 因為你又來回首給他誠實 我覺得老師可能跟我一樣 就是會有那種互情性的焦慮 譬如說像老師剛剛說 那情詩漲要進來 你就會一直會想說 完了完了他趕快進來 那我是呢 只要訂了鬧鐘 我就會想說天哪我會不會起不來 所以呢我就會一直睡不著 可是我發現我只要不聽鬧鐘的歌 就是只要我隔天沒有事情 不用訂鬧鐘 我就可以睡得很好 所以我想我應該是有那種 預期性的會焦慮 會感到緊張這樣 我聽到他講這個什麼做菜啊 然後就焦慮的睡不著 那我非常的覺得非常特別啊 因為我覺得做菜是一個多麼簡單的事啊 怎麼會因為這樣 然後跟人家對談去啊 會睡不著就好 就是在你那兒搞的都會睡不著 這對每一個人真的是都不一樣 對於那種焦慮的事情 完全驚動 對我來講講話就是一個最快樂的事 所以無論是何時無論是何力 但是雖然如此喔 也許在破製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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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身體很大條的 也許是問題 老師講得很好 就是說像我們有一些 譬如說在門診我們會看到一些病人 然後他就會像老師一樣說 我今天有什麼事情 所以我就一直跑廁所 但是當你問他說 你會緊張嗎 老師不知道越來越多會緊張你 我會覺得我沒有在來加入任何事啊 可是因為這些都會 就是可能變成他身上的症狀這樣 但是我覺得老師跟我就是有很多的共同點 我在想說這是不是寫作的人的一種 或是因為某些很敏銳的感覺 就造成了我們會有這樣的症狀 那對我看老師的散文裡面 就其實也蠻多像這樣的很敏銳的感知 那而且老師也在散文中 有很多會人情的關照 我印象中就是看老師的散文 很特別就是老師會去挖掘 我們平常生活中一些非常少的事情 甚至我們平常也並沒有把它放大成一種情思 但是呢老師就把它寫出來了 譬如說老師有一篇叫做晚留或鬆手 那這裡面有寫到 關於對於階段性的友誼的一種遺憾 或者是會覺得很傷感這樣 那我這幾年呢 因為可能也三十幾歲了 也歷經過這個畢業啦 換工作啊 那我想各位在場的聽眾朋友 可能也會有這樣的感覺 就是說我們人生走到某個階段之後 過去的朋友好像有些就不再聯絡了 或者是你遇到他然後重逢 但是你不知道要跟他聊些什麼 那在這樣的時候總是會覺得蠻感傷的 那我看到老師這篇就蠻有共同的 然後還有一篇就是老師寫他可能是不好意思的事情 就那篇叫做煩惱更剩三千 就是老師他是剪頭髮的時候 因為老闆娘跟他說我要趕高鐵 那我想要補貼一下我高鐵的費用 然後老師就本來是洗頭 就加碼說那不然我再給你 那剪個頭五百塊 然後接著沒想要補貼 就那個讓老師好幾個月都頂著一頭 他不能接受的魔法 所以老師就是有一種那種很敏銳 然後敏感 就有多情感性 對 講到今天剛才講幾道 鬆手跟玩樂那一件 其實我這次我一生難以克服的點 就是我總是別人想太多來 譬如說我的孫子昨天我就寫臉書 我的孫女 我就看到那個老二一直在追老大 那進入其實他才兩歲多 那個老大已經四歲多快五歲了 他一直在追他 他剛剛跑步的時候他輸了 他就 唉唷 我不要再跟姊姊講話了 我不要跟姊姊完了這樣子 他一定要贏啊 就偶爾要贏嘛 然後永遠都輸了 然後他 我有一間劇院現在有一個新的咖啡 什麼 西苔咖啡 西苔咖啡 我去吃麵了 我就看到那個麵那個筷子很長啊 但他們真的很小啊 本來他都用那個小朋友的筷子 每天沒帶 老大就用大人的筷子在那邊吃啊 他老二也一定要拿筷子吃 我當時看著他的筷子拿著拿著一直把那個麵啊 那邊追啊追啊追啊追的時候 我忽然非常的心傷喔 我就覺得他一半都要這樣追著他姐姐走啊 好可憐喔 真的很可憐啊 他要什麼 他 姊姊怎樣 他就是要怎樣 那連同姊姊跳舞 他說他要跟著跳舞 他跳起來真的是不一樣 那個臉友說 他跳起來就好像把胡蓮跳成了螃蟹 把胡蓮跳成了螃蟹 然後他眼睛這樣 他也這樣 好慘喔 那講到這個挽留 其實我是有所感 因為我先生有一個畫 以前有一個畫會 他就參加一些 有一群朋友一起看 在我的工作室裡面畫畫 後來大家的變化都很大 結果慢慢就沒有了 我就把這個工作室給賣了 可是我常常想像雷香先生 就我一直都非常尊敬的朋友 我經常就跟我先生講說 我們來打電話給他吧 我先生說 不要這樣 剛才很忙 你看他在市區大學在哪 我就說 為什麼 我就說 喔 可是過於我就說 為什麼我要聽你的 這是我的朋友欸 那也是他的朋友 為什麼我就要聽你的 他說那我們去打呀 我說可你為什麼不同意我去打呢 我說我們要阻止你去打 那我就 算了 就算 所以過一段 有一天就生氣起來 我為什麼要問你 我根本就不要問你 然後我就去打 打了以後說 來北先生 為什麼去醫院 他說什麼時候去醫院 然後上個禮拜 就是我在問我先生那個禮拜 就接我氣了 我就跟我講 都是你孩子 你看看 我在市面上就是因為他有事啊 對不對 然後你看 人家都去醫院一個禮拜 我們都不知道說好不容易做什麼的 那我先生就這樣說 都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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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不知道是怎麼 像這種事情經常在發生 我前陣子也是突然去 走在路上去跟我先生 他們說你以前生病 有哪一個 不是我同學 有什麼同學 我想過的出動同學 他先生是一個醫生 然後當時他在抬道 他怎樣 那個資訊一直不停的 現在開的怎麼樣 現在開出來沒有沒有 就是我先生 三四個鐘頭 他就開了十二個鐘頭出來 那就一直在那邊 就很焦慮這樣子 然後他之後就一直來看他看 我就說你看這麼好的朋友 我們現在都沒有緣 還無情 我可以約起他 是這樣的 因為我有一些 就我問他 我有一些信的時候 我心中覺得說 我的人生 最近晚年是非常的悲慘 因為我的兒子 我的兒子 在美國念到博士學位了 剛發行程度的朋友 我開車 就在出場 就被抓死了 哇 我那個時候就想 我真的應該 多早以前 就應該要跟他聯絡的 結果還有怎麼樣 後來我又想 對那我還有另外一個朋友 我又 看到他在那種 在上面有他 我就趕快讓他 就說 在那裡 我問他 我晚年 注定是非常悲慘 什麼了 他說 我們先生 終於離開我了 我現在 直接走海外 到了大陸 就在大陸 說 住在超市 還是哪裏 兒子又在上海 等下 等下 幾分幾秒回來 我先生就不得了 太過了 啊 又開始哭了 但人生就這樣 生平止滅 有時候真的 真的 神經大搞一點 是好的吧 然後就自己 卻會自己用 還鬆手的時候 就鬆手 不然就是有說 也是晚用不了 是不是 就是這樣 哈哈哈 老師雖然說 自己神經大條 但是我覺得老師 很像從童年的時候 就開始是非常敏感的 因為我看老師 有一篇文章 叫做 《超常上旋轉的地球》 就是前一陣子 有去年吧 在聯覆的專題 有這樣的文章 那時候我讀了以後 我覺得 那邊看頭有一張老師 童年的照片 然後老師那張照片 眼神非常的憂鬱 我那時候想說 天哪 一個小學的孩子 為什麼眼神這麼憂鬱 而且為什麼 在那樣的時候 會有人幫一個小孩 憂鬱的面容拍照 因為感覺上 那個時代照相 大家都要快快樂樂的 為什麼會照下這樣的照片 所以那時候 我看了以後就覺得印象 非常的深刻 然後後來細讀了文章 老師就寫說 他童年的時候 是怎麼樣的孤單 老師可以再想一下 童年的感覺 這個感覺 今天好像是我在發表 然後他在發表 然後我才會說 好多年了 你還會來 你自己 那我會先回答 這一集 其實真的 這是一種病 我是覺得 它是比生理的病 更嚴重的病 就是一種武藏的感覺 我常常坐在那個火燈 你知道那個火燈那裡 然後很小的時候就跑出來 我媽就這樣 靠山了啦 不知道啦 不知道你是在靠山了 然後我又不知道 要不要靠 不要靠 就想要靠 後來我自己長大 我剛剛回想這件事 其實是看到那個飛燕南飛啊 看到醉煙鳥鳥啊 然後就覺得人生 如果成人的話 用念了詩就知道說 黃泉舞客店今夜宿誰家 的那樣的感受 心裡是覺得 是沒有被理解的一種感受吧 因為母親總是被你們忙碌 有時候跟她宿主她幫我轉學 然後她轉學的地方 那是學生對我非常的不友善 就像你說 九條場上的地球裡面 有人要提到的 就是你偷過去要跟大家一起玩的時候 他們就有人說 讓她自己玩 我們走這樣子 然後我就手扒在陽光底下 感覺那個手都有那個秀的味道 鐵秀的味道 就是拔不開一刀 最後有一個人想等著去笑我 當你回頭的時候她就這樣 你看你也是這樣 這樣子 那我感覺我沒有辦法忍受 然後就被忽略 有些小孩變不動 我現在慢慢就教我的老大說要撞死 你有時候要讓妹妹以利下馬對不對 我以前就是不知道 因為我老是鄉下的小孩到城裡去 那踢劍的踢得比誰都好啊 一整個下課就是我在踢劍的 五百多下六百多下 然後大家都一直看著一個人 跳高也是 或是桑膠油啊什麼什麼的 也不死 誰要跟這樣的人玩啊 那都他們在拉線裡面在玩嘛對不對 所以怎樣就裝書不會 所以現在我就一直在教我老大 要教書你 你要偶爾讓妹妹一下 所以那昨天我就問她說 我就唸我的臉書給她聽 然後我說就跟她說 妹妹好可憐 我說那你覺得 你應該怎麼做比較好 我要我要讓她 我說怎麼得讓她說 讓她 我其實又開始覺得死不得 對不對 我明明就是一個小朋友 你要讓她 要教她怎樣讓別人贏 這件事好像也是很殘酷的事情 所以一個孤單的童年 包括貧窮所造成的貧窮 比如說貧窮 我不是常生病 我就去我移上家看平台 永遠都不要撿 你不要錢人的時候那個藥局 都刁難你把那個藥很慢才驚養 你在那邊等完 你的自尊力就受損了 你覺得我不需要吃藥 我已經好了媽媽總吧這樣 可是媽媽開始媽媽 彎著小生子說 我在我去屋本 然後就在那個小時候 他說那你咋的也要好嗎 不但你幾年 我就覺得我死了算 我死了算 就這樣子 尤其就跟那個 我一丈的小孩子 那個表兄表弟 都從一個學校 他們都念副小 就是那個貴族學校 我去到這裡 我當紫薇很驕傲 可是呢看到他 我頭就低得很很低 因為我覺得我欠了他好多好多 他們那個三人車 不送便當來的時候 就我就經過 我就看到他站在那裡 他跟我打招 我就停下頭 我就假裝不認識他 那我們隔壁的座位上 坐著一個女同學 她家裡也是一個醫生 家裡每次便當 他們都是用人送來 就是便當 便當口一打開 裡頭 她就喊了 討厭又是雞腿 我在旁邊 最好的絕話 我就想 如果他請我吃 這個雞腿多好 可是呢我絕對不能吃 所以我就在家裡練習 說如果他問我說 你點雞腿給你吃好不好 我就要說 我不喜歡吃雞腿 我說我已經吃貴雞腿了 我媽媽叫我不能夠吃別人的東西 練習了還久還久 他始終都沒有叫我吃他的雞腿 那裡又算了 有一天黃昏的時候 我當紫薇 就看到後面的垃圾桶 最後人家都走光 然後就整個垃圾桶 你跟我去收拾的時候 就發現 雞腿在裡面啊 我跑到垃圾桶那邊哭啊哭啊 第一次感受共產主義的好處啊 這樣的童年真的是 很心酸喔 我覺得 我不知道為什麼 我會把自己搞成這樣平態啊 這叫平態 這就是另外一種 你也需要另外一種藥來 那你的童年很健康啊 我的童年 我覺得我會讓你這麼順便 你媽媽你要是要你一定要學藝嗎 對不對 其實也 也算是一種壓力 對 那我就是來分享一下好了 我的童年聽起來跟玉蕙老師的 比起來可能算是蠻美穩的 可是就是像我寫在 就是這本木製台的徹底位裡面 其實就是因為我爸爸媽媽也是 就是從中南部來臺北 爸爸是臺東人 然後媽媽是臺南人 媽媽是臺南的新穎人 家裡都是務農的嘛 那從小爸媽他們就會覺得說 因為他們是來臺北打拼的 那他們會希望說 自己的小孩之後 可以很安穩地成長 所以在我這一代的時候 他們就會給了一些期待這樣 然後但是這個期待 對於小孩子來說 其實是壓力蠻大的 我舉一個例子給大家聽好了 就是我記得印象很深刻 我小學二年級的寒假作業 老師就出了一個作業說 寒假過後教有十個題目 做五題目這樣 那大家就任選三題寫吧 那寒假過後就教三題出來 結果我媽媽看到了這十個題目 我媽媽說 那你就十篇都寫吧 然後十篇寫完 挑最好的三片教出去這樣 然後雖然這時候我才小學二年級 我也知道這叫做不公平 我就想說 為什麼人家的小朋友都寫三題 我要寫十個作文 這個作文來說 就是壓力很大這樣 然後還記得那個時候 寒假作業或者是平常的作業 只要被我媽媽看過 她就會叫我重寫 她會覺得譬如說 國語實作造劇造得不夠好 然後就會叫我擦標又重寫 所以我等於很多作業都寫了兩次 那時候我因為這樣子 而人就覺得憤促 那立美的寒假有一個圖文作業 要畫圖還要寫日記 結果那一天我媽媽又叫我重寫了 我那個時候非常生氣 不知道哪裡來擋 然後我就說 我要離家出走了 然後說完以後 我就離開了我們家 我就走下去 走到一樓 結果那時候 我也蠻貓腫的 走到一樓又按便靈說 我又好奇 所以就是小時候在那個爸媽的期待中成長這樣子 但是後來一直到長大了 出了社會 然後甚至是後來又 從學校回到台北的這個城市之後 就慢慢理解說 爸爸媽媽其實他們 對你的期待啊 還有就是跟他們成長成有一些關係的 所以後來才訪問了 爸爸媽媽的童年 然後寫了這樣子的一本書 所以其實這一本書也是 某方面是剛回應了 余霞老師的問題這樣 那個 你的母親我覺得是非常堅強 而且他們真的是很傷勁的人 所以對他的期望很高 其實我覺得台灣很多的家人的媽媽 都是這樣子的 他們並不知道 他們做不到那麼多大的壓力 我一生 但是我覺得我在寫宿都在討好我的媽媽 就是每一次 他都沒有說很難以為他看 當然後來 淡淡寫了一個公平出來 我經常會跟別人講 我就經常他想說 以前他都不准我偷看書 他就豬豬 然後不讓我看 我看他就打我 可是後來就跟他講說 如果不是我已經拿書給他看 他現在我要給你做 他就覺得這個記憶的改寫真的是很有趣 那寫作家啦 我們講說一個寫作的人來講 我剛講說十十幾份算是客氣 其實我已經寫了六十幾份 就是包括我自己的論文 或者是寫不是說論文 就是說有關於怎樣教學的 或者是古典文藝的補習 我當然要等下有六十幾份 那這個 其實寫作本次 它是一個止痛療傷的裏程 有時候是止痛療傷 有時候是一個分享 美好的分享也有可能 可是它通常是起因於一種孤獨 一種有話講得不出來 沒有辦法在現實生活裡面 得到了首肯 被隔離了 被隔離 通常是被隔離 比如說你看看齊邦元前 那個大江大海 就提到有一個石灰的童年 他就講到說他怎樣子 幾歲的時候就被送到山上去 被結合 好像結合 結合病嗎 去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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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剛剛講的 你拿著拿 那就是種病啊 去留 然後他就寫說 那你怎樣子 就是在那個表演院裡面啊 然後我有兒子 阿媽那個人就撒失灰 然後阿媽就給他一個馬封水池 跑的馬封水池這樣子 然後他裡面感受到巨大的悲傷 然後阿媽來看他呢 說他怎樣哭著 跟著說要跟著護一家 阿媽就忍著也內盪地走了 很久很久 因為他們已經老了以後啦 就他們那個時候後來復學了以後 學生都不跟他來往 因為最好的同學 就後來跟他講說 我媽媽是很久不可以結合 所以不要叫我不要接近你這樣 所以他只好向讀書來考 像寫作來考 後來多少年以後 我印象很深刻 一天他爸爸就送他到車站 他送他爸爸到車站 那車站一天就聊著聊 然後就見到往事的時候 他說爸爸你好財品喔 你把我一個人送到那裡 你知道我有多恐懼 他爸爸一個在那裡 那男人大江南北的走啊 那個將軍啊 後來不然間就說 他沈默下來說 我不知道小孩子薪資這麼多呀 小孩子會有這麼大的薪資啊 他遠遠沒舊這樣 就是當時 我以為當時這樣做是最好的 那這個人 我們看白晶雄五歲還是什麼的時候 他也是被結合 也是被隔離了一兩年 所以所有的寫作 不只有的是身體被隔離了之後 變成心靈 就跟大家群眾有的距離 同樣的像我們就一直覺得 我那個友誼的極度 他就有匱乏 因為到學校區 那個成立的學校區 也是一個鄉下來的小朋友 正經的屁股 然後到鄉下去以後 所有鄉下的家長 又告訴他的小朋友說 我們怎麼又是這樣跟他們玩呢 以前都是好朋友啊 對 那個鳳凰母子 他就滿刀兩半的時候 過去他就說 你看不起我們他不要跟你玩了 怎麼會呢 怎麼會呢 王冠老師說 說你看不起我們學校區 所以到那個成立去讀書啊 叫我不要讓人家看不起啊 好好的讀書 結果那年創造了 我們台子國校的聖課率最高啊 一般有二十幾個人考 讓台中民用 我告訴你 副小都沒有他考的好 用我的痛苦慢來的啊 所以這個是一個孤單 那種就一輩子 就只希望有一個人跑到你身邊 他說 Uson 陪我去上廁所好嗎 沒有 這個感覺真的是很地老天荒的 然後媽媽 你講什麼東西 他就說 媽媽 他們說我男生愛你 你說 你有愛他嗎 沒有 他沒了就好 是怎樣啦 媽媽 他們說這個男生來 我們家送月明 總是有結 他就沒有 他剛剛有三包讓我給他 他沒 他沒長 他沒長就好 是怎樣啦 不要插他就好 不然總是簡化小孩裡的心思 覺得賣長你的路 可是真的很難 我們的事情就是這麼多嗎 真的很多嗎 可是他們的事情是這麼多 所以他對他來講 這東西是我們主棄東 一賣長你的路 所以這個東西其實 在在都在教育著我 對於孩子 要怎樣長你的 就是說 他如果有一點你們心思的時候 你要怎樣提自己 你也許你根本什麼東西都不用你錢 你什麼都不用講 只是讓他靠著你的天堂往前 他就是一個非常好的一種依賴 這個是我一生一生當老師 當講一講 當他媽媽媽媽的一個信念 就是跟孩子們 跟別人站在同一圈 不要老師站在對面 再怎麼好 我母親在怎麼好 看到那個子弟在拿來 充蕙靈活 我媽就說 這幹嘛這樣 因為反應遲鈍 他永遠都在那邊給我拆你 嘿嘿嘿嘿嘿 下來 那你是啥 那你是啥 啊 叫你來 我叫他來 就順便拿固定就出來了 就叫你來鬧好 所以很多 我當然現在長大了 也會慢慢遲到 我記得如果寫作政治是天堂 是覺得很多寫作片子都在主意 對我的原因是有幫助的 你覺得嗎 回應遲鈍老師 老師剛才說寫作跟閱讀 大部分那種很隔絕的 很孤獨的狀態 那我想到就是 之前有一次跟王浩威大哥 就是精神科醫師王浩威大哥 他有一次分享他為何開始閱讀寫作 因為他以前是男同人 他說他以前在 他本來是在台北念書 就是被送上來台北 可是因為他生病了 他生了一個病 所以他被接回家南投那邊 那因為這個病他沒有辦法去上訊 有一陣子他在家自訊 所以因為這樣被隔絕 一個生病的狀態 導致他沒辦法跟朋友在一起 沒辦法跟同儕在一起 他只好一個人孤獨的在家 就是開啟了他的閱讀 跟寫作的這個錄 那我自己的話 我覺得我的寫作其實 跟某個程度的孤獨也有關係 那這個回溯到我的大學時代了 因為老師剛剛講童年 我覺得這個童年的期益 非常的長 就可以到我的大學時代 那我的寫作 跟很多有寫作習慣的人來說 其實開始都蠻晚的 因為小時候雖然也有寫東西 可是那時候我並沒有很認真地 把這個寫作狀態當成是一個永久的 我必須要一直去做的事 那譬如說我的好朋友 黃信恩 他其實國中高中 就一開始寫作 而且投稿 那我的寫作一直要到大三才開始 為什麼呢 因為那個時候就是我們真正進入了醫學系的時候 大二的時候 我們都上一些同事的課程 其實那時候是沒有什麼感覺的 到了大三的時候 那一年其實會發生一件蠻重要的事 今天各位來的聽眾 你們就來到我賺道餅掛這樣 因為那一年我就有一個失戀這樣 然後就是大三的大三潛這樣就失戀了 失戀了這個心情會影響到寫書 大家有恥不過就知道了 對就是會讓你沒有辦法很專心的去念書 剛剛好大三的時候 其實課業非常的繁重 因為那一年開始 我們要上一些像大體解剖啦 組織學啊這樣子的課 那尤其大體解剖就是一門非常非常重的 每一天大概都會 原文書要上個五十頁左右 五十頁一百頁 然後可能幾個禮拜就要大考一次 然後再加上你要去解剖這樣 其實在這麼繁重的這個課業之下 我是念得很吃力 因為同時可能心情也受到了影響 對然後考不好你就會更沮喪 就整個心境會非常的孤獨 甚至會覺得你跟大家就沒有辦法在一起了 我記得以前高中的時候 我上的那個沈賀哲的數學 可能在這裡也有人是補沈賀哲 然後因為賀哲他是台大醫科畢業的 他那時候在課堂上跟我們分享說 醫學系的期中考如何的恐怖啊 他說全部宿舍的人都沒有人睡覺 大家都拼命的念書 甚至有人把自己夾在牆角 讓自己保持清醒 讓自己可以清醒的K書這樣 我那時候聽著就覺得 只是覺得有點不可思議而已 但沒想到等我自己到了大三的時候 我覺得沈賀哲講一點都沒有錯 因為我們那時候有一個 現在也還有就是醫學院有一個K書中心 就是醫學院的同學用的 那到了考前呢 幾乎所有的人啊就是會 假設你不在宿舍念 大家就會去EK念吧 我那時候其實就念得很差場任意了 然後在那個EK的走廊外 有一個同學跟我坐在那邊 然後那個同學是一個男生 我就看他們的宵夜 就準備晚上要再一站這樣子 然後那時候我就看著他跟他的實務 我就跟這個男同學說 哇 你要念到這麼晚 然後結果我這個同學就回答了我一句 每個人對自己的要求不一樣 然後我一聽就像被重重的打擊了一番 然後臉上三條線 然後我就想說 那個就是更加深的那樣的沮喪的感覺 當然我的同學並沒有惡意啦 他只是就是覺得說 他就是想要這樣 他要念熬夜的嘛 對 然後只是會覺得說 在這樣子的整個氛圍之中 其實大家也並沒有要 用那種惡性的競爭 只是大家就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在意成績 然後必須要衝過去這一關這樣 那個時候我就覺得 有一種巨大的生命陷入的感覺 覺得非常孤獨 那就在這個學年結束的時候 那個暑假我是第一次沒有待在我的臺北的家 我就跟我爸媽說我要留在台南 那那兩個月我在台南的宿舍裡面 其實就在做的事就只有閱讀 然後跟協作而已 那是我第一次就是嘗試著要寫東西 我覺得那個時候仿佛有很巨大的一些必須要訴說的東西 可能就是這一年來的一些心情傷的憂鬱啊 或者是說我有好多好多我看到的 譬如說像大庭給我的震撼等等 我必須要把它寫下來 所以也就是在這個暑假 我就開始真正的創作了一些散文 然後並且拿去比賽 那我覺得這個暑假非常非常的關鍵 因為在這個暑假我所寫的東西 拿去比賽得到了肯定 我記得那時候是去投服成文學獎 的散文類 那在投完這個比賽之後 開學後我就看到了 我得到了那個比賽的首獎 我那個時候就想說 原來我除了唸書之外 其實我也是做得很好 所以這個信念更讓我覺得說 我應該要持續的寫作 因為畢竟我昨天寫作那個時候 有一個程度拯救了我 然後他也讓我肯定自己說 其實我是有這方面的長處的 那這也就是我開始寫作的故事 對 那個他好像養著旁邊 就是養本書 對 養本書 另外有一本是請他爸爸媽媽的家 那一字的 對 那另外一本就是什麼羅王寺 絲綁藥 對 絲綁藥 絲綁藥也有很特別 他是用醫學的 我覺得他在醫院裡面 看到了很多的東西 有很特殊的觀點 這些醫生很討厭 他們都來搶往這飯碗吃 因為都搶得很兇 他們都早一出手 他們在文學獎裡面 就一定是首到齊來 八郎 黃庆的那都是我非常看好的 因為其實他們年齡大概都是做我兒子 我女兒的年齡 應該是啦 對 甚至於更小一點 一九八二 八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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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一就是比我女兒還小一歲的 所以等於是要看著他們的文學 開始一直壯大 我覺得他們是非常地 後勁應該會非常地強大 如果他們能夠繼續維持這樣的熱情 那當然醫學的功夫應該是成為了很久吧 你也有多久還要再出下一個書 老師問的問題好靈力喔 就是目前的話就是還有在持續寫作 然後就慢慢再修改 所以也許可能 你也或沒辦法壓一個時間這樣 對 但是還是不是在寫的 我就看到他寫到一篇說 他好像是一個要告訴那個家屬 那個死訊 作為一個醫生被推 做一些那個好像不太容易做的事情的時候 他得到了哪一件 妳要不要看一下那一件 就是上次跟老師一起當課的時候 就是有一篇小品 其實在講我當intern之類的時候的事情 那那個時候我在急診室 我就深切地感受到說 有時候要把一個不好的訊息告訴別人 其實是多分的困難 因為那一天是我在讓急診 然後送來了一床女病人 她來的時候其實就已經是歐卡 她已經是黑掉了 任何人看不用一時看 大家都會覺得 其實應該已經過去好一陣子 但是我們還是會就是施酒 然後我大概就了三四幾分鐘 我們要確認說這病人是回不來的 然後我們就告訴陪同他來的一個男子 一個中年男性說 啊 摸摸摸就已經過世了這樣 那當然急診非常的忙碌 送走這一床之後 下一床又來了嘛 然後大家就在收拾器 才準備要急救下一個定人的時候 我看到了這個男子在走廊上打電話給他的 可能是其他情緒 因為我們就看著他站在走廊上做電話 那他披頭就哭著說 哎 你死了啦 然後那個時候他的 這幾個字傳到我的耳裡 我其實覺得還蠻震撼的 就是在那樣子的當下 你親吼把你一個很愛的家人的詞 去告訴其他親友的時候 那個人他的心裡是不是 多麼的痛 然後我又覺得說 哎 在你那麼痛的時候 其實你講話已經是 已經沒有任何的收拾 把你的痛苦表達出來 就撞到我個子 阿姨死了啦 所以那個時候他講這條 其實就一直陰藥在我的腦海中 對 對 所以他們看到了生理詞 比我們更多更深刻 那我們是不是今天 是不是也要來打電話 一家幾聘 好像是不是 有沒有幾聘 有 有 有一年 半家受傷 那我今天喔 我現在 老師 老師先把 我現在把我們台南文學獎 南英文學獎 他們常常有人用台語 寫散文來參加比賽 可是往往我會看不下去 你知道嗎 因為很多 過來很多的評審 我覺得有的根本都沒看完 我是勉強把他們看完 我再花好多時間去看 然後後來就證明他寫得很差的 就覺得好浪費那個時間 那他們後來都寫得比較相閻的 就是好像台灣人好像只能活在那個 很落後的地區的感覺 那我就知道有一些比較都會的 都會的農民其實也曾經 我曾經去急診室看到 看到一個女醫生 她們不會講台灣話 那她就問那個急診室的病患 阿嬤又會用戴著來的 她就說 阿嬤 阿嬤 阿妳是外來的 哪裡外來的 七 喔 七喔 七啦 七啦 七 喔 七 喔 天啊 好嚇人喔 這種急診室如果沒有人知道一些 粗淺的台語會跟闖大禍 那我因此就開始想說 有沒有種台語 它是比較有詞的 可以也談談出會的 一定是鄉下人才在講台語的 那因此我今天就來想念一篇 在這本書裡面 也有收入國語的一份 那這裡我用台語的面量 一篇文章 叫做 尤其他人這種行業 也對照著今天的主題 就是醫藥的 就是醫藥的 尤其他人這種行業 像是這樣的行業 這個林園的 那是一篇文章 我從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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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來 往來 我從來 你從來 我從來 從來 我從來 從來 我從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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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才在找他 阿公的身體不夠養重 想不到才沒辦法 我這個阿嬤拿到了 我本來在一般內科掛給醫生聽說我看感冒醫院 還要拿阿嬤 隨航大學是 幫我轉去心情內科 我跟我說 讓心情內科已經幾天五月花給你 我跟你貨 五個 龍尾一隻 我這顆不可以幾天就給你 他跟民列配合 給豪叔親切 看到我的名字 丫頭 母親說 阿嬤是剛才的 祖家是嗎 我 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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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貨 不是說話 還沒問題 三口親探親 單習慣 才會給你貨貨 這是我媽常講話 才會給你貨貨貨 有很多台灣人 都沒有語過這句話 後來醫生去拿到醫生前坐下 醫生問問問題 這樣的問題是什麼 我跟農政政說 我要拿餐廳 另外 好親情也給我 醫生看不到 白酒看著我的女兒 也一樣把女兒押起來 問問你自己的女兒很大 我怕是對 這間平衣的醫生是怎麼做 都是文青是嗎 我還有從水阿嬤的Q比較高 最好的談談的萬酒過 都看不完蛋 醫生從原來放在 打在冰冰的小手 也放在肚子裡 兩者兩者說 阿嬤是你們這個行業的領域 你說要我怎麼跟你走三天 我在你嘟嘟 只是不知道要怎麼回答 我只是可以來看這 拿給我的女兒 並沒有在台北 拿幾阿嬤以外的忙碌 不過既然他就這樣說 不然我根本就請他幫我 幾阿嬤以外的臉書出訪 我有時回到中部的祖室 在台中的病院拿給我 有時在那裡台北 都集中在這間病院拿 這些兩人的醫生 都會請整個臉書出訪給我 都是關鍵給我 沒有人想看幾阿嬤 沒辦法他已經最關鍵 謝謝 謝謝 醫生看來沒有在意 我主要的問題 他只是小小的論話說 你暗時都幾點去睡 我懷疑跟他說 我才去四點八點睡 早安孫比較清晃的睡晚 兩間左右 他做出一個人意外的表情 像你這種人 暗時會變靈感 他開始探望他 後來二天就來 他停一下 一等一等一等 一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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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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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說 我看市民是你們這種 很嚴重的同學 要離開這樣 又可能有多樣的簡單 再說之後 他不能再看一種 不然說 那麥下會怎樣 沒想到有人會這樣 我先來完全沒準備 想一等一等一等 我回答他 麥下就親笑 親笑 這人的時候 沒什麼功課 我們老父的娘 我哪來打人 他笑得麻煩 很感到 有什麼很電費 他繼續問問 你怎麼會這樣 你怎麼會這樣 你會不會這樣 說到這裡 我就不認輸了 我再說 會不會這樣 但是 下門做到 王堅分正師 去年糕 就一會 然後再寫到 二年 再 美甘不賣 最近 補充 復勘 誰 會這樣說 不過 我心裡 沒有來 其實是不敢 他在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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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先生 有疑問 你不可以 他在討論 他在討論 我也沒有 不理 你的林先生 只有這樣 他把我做出 民意關的結論 我想要勉強 我前來 不想要 去決定 這時候 我的性情 有想法 我懷疑他 說的定 是贏 只要贏 是贏 目前還沒有這麼贏 做到這麼多 做到 做到 沒有多少 寫的 黑手 頭髮 困難 和健康 看起來 醫生和我兩人 一起寫的 寫的 沒什麼 因為 我們 叫他的 民意關 我正在討論 其實 有一段 我十五孫 來到我大 我有時候 都不用吃 這樣 像我有幾樓 有幾樓 早睡 早起來 每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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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要花錢 醫生 也反映出來 這樣 看起來 你是不想做 僅僅 當然 你雖然 沒什麼主動 念念 但是 可以很想 改變 像你這種人 這也算是 優點 你就叫你十五孫 再來 自己大 怎麼會這樣 我的優點 竟然是 不太主動 不靈靈 可以接受 彼頭的 這個 可以算是 一種的優點 如果正經接受 他的建議 我們十五孫 回去 我大 哪有時間 跟社長 我目前為了 有一點 我們就是 正經 要在寫了 料理 好 接下來 他先開始 跟我一樣 我的狀況 從政策 公司法 報告的文章 報告 寫我媽媽的後來 後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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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很慶幸 他不把我 任務 做了 表委員 當委 還是當黨委 所以 他無人感 像 一車採訪一樣 很嚴肅 跟我說 你必須為 你自己 做運氣 代表 組織 政府 為什麼 我只想到 要有很多 文章 你等著 給他看 不然 沒有人 怎麼 他總是 對我 這種堅強的我 總是 我 先 說 別人 用最初訪 打算 做慶情 醫生 很驚慌 幫我 告訴我 之前 應該不可以 我們做醫生 都沒有在看 我 我的初訪 欠了六次 幾代 幾代 休息 竟然 不等我 高出 一間 他就沒有大聲 叫出我的娘 我又嚇一跳 眼前大雨 經經經看 他說 我的靈異 你之前 你們前後 的文章 我非常愛看 以前前後 的你們媽媽的文章 我也都看得到很多 阿 阿 我來到一間 問問 客氣 我的名字 去家裡 我又不吃 有什麼 感覺 好 已經好 很多 謝謝 謝謝 謝謝你們 高官 先在網路上面 他會 說 語力出版社 語言的語 力量的力 可以來看我的臉書 給我的消息出來 另外的同意 請你 請你自己 現在 這個醫院 他心情很困難 請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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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師 台語很好 我是去念 陳大的時候 才有學到一些 台語 本來小時候 不在心裡 住的童年 那個時候還蠻會講 蠻六的 但是 後來回台北 就忘了 結果後來去陳大 因為就是要 跟醫院的病人共同 又學了一些 譬如說 念一彎庭 就表示 有點 那種 很壞 温和的痛 對 不是那種大痛 然後 或者是 多笑笑 就是躺著直直的 這樣 多這樣吃 或多笑笑 然後又學了一些 器官的語言 譬如說 療痴跟療痴就不一樣 有一些人會搞錯 然後也是後來 就是去醫院才學到的 對 一開始講台語 被阿公阿嬤嘲笑 後來 誰可以 再分證 還多少 跟大家講的便 這樣 對 所以等一下 就要 就不能用台語 因為 等一下要跟大家分享 這一篇 叫做 開了一朵機架 這一篇 跟一些小病有關係的 因為後來 在當學生的時候 有寫的都跟一些比較大的 比較精心動過的事有關 因為那時候當學生 剛進醫院 總是看到很多事 都有一種非常震撼的感覺 那後來呢 像離開了醫院 長大了之後 就是會覺得說 欸 寫一些比較日常的 然後可能在我們生活中 會遇到的 所以後來 這一篇是跟在幼石紋影上的 跟指甲有關係的 好 開了一朵指甲花 總是喜歡注意著別人的手 多少年 最羨慕那種通體蔥白 關節秀氣 纖細修長的食指 他們像是手的模特兒 天生適合展演 直翻寫字 配掛手勢 彈琴 身後也適合不耐的 微微敲動竹臉 靜漏傲脾氣 最好 指頭尖端再配一枚 橢圓刺背的指甲 邊緣收著平滑 如此 這雙手便是生來想安逸福分的 那是一個人藏也藏不住的好命指標 我這樣心線著 自然因為自己沒有 我的手掌從來小 指節意不長 加上指甲方方正正 乍看像似孩童之手 這手是已經定型 永遠長大了 但他卻會變老 總有一天 他將皮膚鬆墜 肌骨臨時 合胖密骨 甲片皇后而沈虛 是藍也藍不住的時間流過了 後來 便更常注視病人的手指 坐著黑手過車床工作的男人們 指甲龜縫 通常有洗不去的黑色油漬 市場羈絆的手 則粗糙而充滿傷痕 或許 再有經驗的跑生活者 也杜絕不了所有的窗口吧 一次 有個年輕女孩前來就診 她出示雙手 其中某隻手指 越牙越有缺損 指甲邊緣腫痛 甲片中間有橫向浮屠紋路 疑問之下 原來她在飲料店工作 這令人頭痛的小毛病 怎麼樣也好不了 已經跟隨她大半年了 女孩擔心的是灰指甲 黴菌感染造成的灰指甲 畢竟太出名 連病人都第一個聯想到她 但這怎麼看都不太像 證據 是女孩的手腳 蓋無其他黴菌感染痕跡 沒有皮膚脫瘁病造 阻止縫間也完好乾淨 回得家來 我查了專書又請教皮膚科同學 確認那是慢性甲公炎 病因來反覆接觸外來刺激物導致 包括水 這麼一想就連結起來了 在飲料店工作的女孩 想必常常清洗工具 洗手 難怪此病如影隨形 同學說要治好這毛病 也請病人身為紙套 保護好手指 花眼便不再來 一回生 二回熟 後來 我又在診間遇見一位 經營面癱的大嬸 她的手指模樣 與女孩如出一策 於是我毫不猶豫端出 同學的治療經驗 果然下次回診 她說 已經用了紙套 謝謝你 紙頭好多了 不知道這個時候 台下的聽眾是不是 把手伸出來檢視了一把 這個小毛病蠻常看見的 其實門診很常見 但是很多人他就覺得 我指甲就長這樣 我的手指就長這樣 但是其實看一下你的手指 如果說月牙不見了 然後旁邊有一點腫腫的 有可能是慢性甲勾炎 因為不是健康甲就在此打住 那我們就繼續囉 提到甲勾炎我也得過 是以很有種切膚之感 讓我得到的 是更叫人痛楚難易的 即性甲勾炎 這個蕩槎可能也很多人得過吧 蕩槎真的是還蠻痛的 小學四年級 也許剪指甲不剩 鞭刺扎入指肉 看不見的所在 小胃腳腋葉持續向前生長 終於引起指緣腫痛 續發感染 帶吻之絕食 左腳大農指一側 以腫脹成紫紅色 光量豪滿 內裡續滿 醜黃容易 母親不知如何是好 嘗試替我修剪指甲 然那多次始終沒有被發現解除 而是發炎越癮越烈 農指腫痛到穿鞋都有困難 最末這脫膜腎者的病症 是在醫院急診室終結的 醫師替我打了局部指痛症 前子奮力一夾一鮮 將那塊握手指甲拔掉了 之後拔藥退去 才是最辛苦的換藥期 每晚母親拆卸網紗 除去黏附在淪入甲床肉上的紗布塊 以丟點消毒 都能令我哀嚎不止 更可恨的是 偏偏腳趾甲長得慢 我嬰兒急著拖鞋上學好一陣子 半年後 那大母指指甲終於長全了 它完好心生 白且軟 像從瑞雅慢慢突兀舒展的牙 鐵開這意外 指甲如我的聯想 竟然是歡快的 腦海裡回溯 先跳出的是高中畢業旅行的畫面 高二難年四月天 學校包下了開往花東的火車 車廂內換下一段制服 穿著繽紛便上的女孩們 嘲嘲喧鬧著 青春時期的旅行最難忘 同學有人拿出了指甲油 座位上傳遞 大家最紛紛低頭認真 腹擦 只不過是出去玩 一定得把自己打扮得那麼多彩嗎 我猜大人們可能這樣想吧 而我抬起頭來 走道上 平時嚴格管述我們福儀 總是不苟言笑的女教官 此刻卻慈愛地看著我們無傷的小舉動 她面露寬容 微笑著並不作聲 裝點指甲 會不會是女性本能呢 常見四五歲的女童 手上大人帶茶的指甲油油 或者也有孩子抓了彩色餅自己著色 已經長大好久的我 壓抑著 那麼小的女孩 就知道沒 就曉得要把十隻丁點大的假片 塗上各種顏色嗎 一段記憶回答了我 是更久以前的事 剛進國小 下課短短十分鐘 與同學招我到教室後方的院落 說那裡有花 西花尾有蜜枝 花瓣還能染指甲 說著說著 她還當我的面拔下花來吸水給我看 事隔多年 我早已忘記 只在小學後認的究竟是何種花朵了 那是不是鳳仙 因為鳳仙染指甲的故事任誰都聽過吧 然而如今想來 我竟然還曾在變遷快速的城市裡 目睹有人旅見者 父母被流傳下來的花朵指甲故事 正好像抓住了那個年代殘餘的童年尾巴 指甲與花 那幾乎 和一則消失的商業傳奇一樣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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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 我二三十年前就知道啊 蛤 蛤 那就是被告知我 我說我怎麼知道你不知道啊 而且這個也是很致命的事對不對 我說 因為我在學校上教書的時候 有一個老師也信錄 他是信錄嘛 他是他們的知情 他問我說 你那本人是信錄我說 我說我不省熟 那個時候他才幾年不省熟 但是我知道他們一起先做了 看到啊 你拿媽媽去 就因為不是喔 所以我就可以大膽的說一些秘密啊這樣子 那時候我也不覺得怎麼樣 結果後來我們那天是在竹花飯店 跟劉婷娟老師也一起在那邊吃飯 他就叫他旁邊去講這件事情 我說你不知道 那給你知道 我說我知道 你有了沒有了 你有了沒有了 你就打我 他就說不早告訴我 我說我不知道你不知道啊 他說去年去找媽媽生修媽媽 也就是說一年前 如果早一年知道就好 就可以見到自己的青春年級 這種原因就是反正他就談到他那種 經濟歷程從小到大 這也是一種痛感 一種心理的問題啊 那我就要來談談這篇題 這篇題目叫做 當蝴蝶緩緩緩緩飛走以後談的是說 我就像十八十七歲就像蝴蝶一樣從家鄉 就一直不要留在家鄉 把所有的志願都填在北部南部 就是不可能在家裡 因為在家裡很苦啊 媽媽很年苦 我媽媽是一個手腳麻痺的人啊 她隨時都要都覺得靈服她的人生 其實跟屏幕的人生有一點點類似 只是我媽是親生的 我也肯定知道她是愛我 我肯定知道她是愛我 可是芳芳不是很對這樣子喔 所以我們兩個人 為什麼有時候會莫逆遺棄 就是因為她的根本也是聽到卡拉卡拉小 我也是每次在附上就這樣 她兩個人都有一個嚴厲的母親喔 那我裡面就談到這個 被走之後怎樣這樣子磨聲 因為窮 可是你跑到 其實同時我考上了中醫大學夜間 可是大哥就說 那就當面夜進步好了 又省錢嘛對不對 也不用家裡出生活費啊 那我二哥說了 他說讓他自己選 他選怎麼樣 我們支持他這樣子 所以我一半就 對我二哥非常的感激 因為在最困難的時候 他把我說了一句話 我就說我會努力的 我不會花很多錢的 我會很節省 就為了這個節省 取下的承諾 怎樣在台北謀生 然後在用多麼節省的錢 來度日子 甚至於就爭取獎學題 為了爭取獎學題 在老師面前大哭啊 因為那時候有一個郭柏欣老師 是台大外文系的教授吧 他到我們這邊來一間課 叫的好棒喔 我們都很喜歡 他其中考了的時候 考了四題生分題好像 挑三題寫 結果後來西部考也同樣 他出了四題 我自己人就主動選三題寫 就少寫一題啊 他覺得 他都沒寫完 還沒寫完 教學人說 大家都拉拉拉 我覺得很奇怪 我一向都是很難抬交的 因為我都要寫得很重要這樣 我就發現我竟然 好像也沒什麼可以再寫了 但是幹嘛 教學人說當然說 哎呀老師 其實時間不夠啊 你們什麼都沒寫完 我說怎麼會這樣子呢 噢四題太多了 噢四題 噢 我之前是一題 噢 那我就說噢 他幹嘛怎麼會這樣子 那老師說怎麼 噢 哭 我少寫一題 老師 有沒有以為你這個 有那個老師 我就是一個好心腸的人 他看我那麼慘 沒有關係 沒有關係 我怎麼是沒有關係 沒有教學人請就沒了 然後後來我請 那成績單上來 我就是暑假就很緊張 成績怎麼樣 結果成績來的時候是 八十分還是什麼 你知道一題就只二十五分 然後那一題 那其實還有其他別的一題啊 你總是扣演分數 以上就交不出就知道了 老師已經就是通融了 就是通融了 就給你多加了一點分數 這就是我的人選 我知道中英文化成怎樣 就是要當那個什麼臨時演員啊 什麼的 那這裡面最特別的音樂 叫做小哥的獎 那在演東西其實 回應非常的多 在那個演出上 反正在聯合放 演出上的音樂裡面 點閱率最高 打過了什麼的點閱率 那寫什麼呢 其實就是寫 我哥就是一個流氓嘛 就是飛到的人 他就一天到來 他就做骨頭幹什麼的 他常常會這樣子耶 各位 那個 我嫌人不打扳口 現在 因為我跟電話 我來你的臉書 那些人 那些人要去你的臉書 你去那些臉書 哇 又有臉書 那是你老的事 就這樣子了 所以 像這種哥哥 他怎樣子 江湖倒立啊 什麼 就寫他的演出上面 大家都說 哇 這個人棒啊 很厲害啊 這個真是有意氣啊 他去吃麵的時候 怎樣的麵也不用 他自己 麵店 他自己拿麵去 白菜也不用 牛肉 也丟乾麵兩塊 然後我就問他說 他們給你算麵 他說這是什麼 這人家寫了150塊 加賺10塊錢 就160塊 你不吃吃你的事 我說我想吃啊 你要不要醉起來 我都會去這邊買回來 我都會買回來 我都會買回來 裡面的就不管 教徒道理這樣做 在裡面寫的 我嫂子的情意啊 還滿感動很多人 剛剛糟糕了 他有點機會 他告訴我是2分鐘 來 你給你來說 謝謝老師的分享 那就是老師 今天的那個展文啊 就是就很分的出來 然後等一下大家也可以 就是來多多看看老師的展文這樣 然後那最後這一點時間 我再來分享一點點的感動吧 就是 我覺得寫作真的是很棒吧 就是他除非就是可以 記錄我們的日常之外 有的時候 就是寫作讓我培養一種眼睛 跟一種感光 就是可以去接受到別人的 一些他們的心理的優惟動機 我覺得在可能有這樣子的工作 也讓我有很多接觸的機會這樣 我跟大家分享一個前一陣子 我聽到的就是病人的家屬 他自己獨意間說的一句話 就說這個病人的家屬 他是一個年輕的男生 他爸爸是矮目的病人 然後這個男生為了照顧他爸爸 就把工作辭掉了 然後就後來他爸爸 後來就走了 但他爸爸還在掙扎的那段期間 那個年輕的男生 他有一些就是胸奔啊 就是那種種壓力大狀 然後他就幫我們診 然後他就跟我說 他講的這句話我印象深刻 他說 有時候我早上醒過來 才發現我剛剛已經哭過 然後聽到這句話 其實還蠻心痛的 會覺得說 原來他身為一個病人的家屬 壓力是這樣的大這樣 所以我覺得就是 我這樣子的職業 真的其實也給了我很多 寫作聽故事的網道這樣 對 所以覺得 大家能夠願意還是寫作 其實都是很棒的能力 對 然後就也很謝謝大家 今天來聽我跟日慧老師的分享 那 那楓老師 楓老師 楓老師有在說 為什麼 我還要跟大家說沒有 好 那 我們現在就開箱 給大家來 什麼樣的提問 這樣子 有時候有兩個問題 那第一個問題是要問題 那你可以 就是 就是說 剛才講說 那個寫作 其實寫作也是一種自我療癒 自我救贖 那 寫賞文的人 有的作家 就說 想說當然是虛構 那賞文都是寫你四周圍的人 那就說 都出賣自己 這樣 我不記得好 不知道你們兩位 對這樣的看法是怎麼樣 還有就是 像陳若老 我一次聽他演講 然後他就說 他在醫院裡 他就說 我們同事都很怕我 就說 欸 你寫什麼都可以 就是不能寫我 不能寫我 寫什麼都可以 所以他說他是一個Outsider 他是一個局外人這樣子 那所以就是說 在你們也是算已經成名的 那在寫掃文章 你的親戚朋友 你四周圍的人 對你的感覺是怎麼樣 那第二個問題 就是說我要問那個廖老師 就是說 其實我第一次注意到你的時候 是很多很多年前以前 你在貨攤上寫了一撇叫 你有資格生病嗎 那是引起非常大的迴響 那因為我自己 我弟弟都是台大醫學系的 那我弟弟也跟你回應 再放在那裡 所以那時候 因為就是很 就是那個 當然就是我們會站在 醫生的那個立場 那我覺得你對醫生是 懷有 就是那時候 我不知道你那時候的年輕 你對我覺得你對醫生 是有一種不友善的那種 我覺得啦 那所以那時候 我覺得對你就是 就是印象非常的深刻 然後到今天我提你這樣 我覺得你是一個 嗯 不是我想像中的那種 對醫生 因為我四周圍 很多都是醫生 所以 所以我就覺得 嗯 我今天要來看啦 看再看 今天有一個改動我對你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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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謝謝 謝謝 那 非常謝謝這位 來賓提問嘛 那我先回答第一個問題 好可以 那我們就回答好了 第一個問題 就是出賣身邊的人這件事嘛 那我覺得 誰就這件事 真的是非得出賣你自己 或身邊的人不可 因為那就是你的過世的來源嘛 那像我啦 我跟姓恩 因為我們畢竟都是醫生 會接受到病人的故事 其實我們都會把他隱藏起來 就是不要讓他曝光 然後甚至會 姓恩他還會抽擺一下 就是把那個架構整個都擺一下 就是 不會讓人家知道他在寫誰這樣子 那像我自己的話 我在寫朋友的時候 有的時候是很熟的朋友 就會問他說 可以讓我寫嗎 欸有些朋友很大幫 然後說沒關係啊 你寫啊 連名字寫出來就沒有關係 就這樣 然後 那像寫我爸媽的時候 我就有一點提到鐵板的感覺 因為我媽是一個 就不喜歡把事情拿出來給她講的 所以有時候訪問她就會 一直 訪問不下去 因為她就說 欸不要講了不要講了不要講 尤其是認到我媽的那個 戀愛經驗的時候 她就一直說 欸這個不要講不要講 我們就僵持了許久 在咖啡館 然後又來帶錄音餅 然後她說 我就真的就講嘛 她說不要講不要講 然後 所以其實後來我媽的故事 也變換成我爸很骨骑的 我再幫她講的這樣子 對 那 譬如說就是 之後可能也會有在 範紙上發表一個文章 是寫我的表妹的故事 然後我的表妹跟我的童年的故事 但其實寫的時候 也會很猶豫啊 到底要寫到什麼的程度 然後因為很怕說 欸萬一真的 當事演看到就會想 啊為什麼把這個給我寫出來這樣 對 所以我覺得 可能在這個時候 會有一部分要拿捏 寫作的那個界線這樣 對 好 好好看一個問題 也同樣的回答你的問題 其實真的 因為因為她寫的時間感短 你知道她還數以不多啦 你還一個人寫了五六四本書以後 你就知道她寫進了 她所有的幾乎是人機關機都有 包括我自己學校的老師 包括我自己的親人 我的學生 我呢 什麼樣的一點 那尤其是我寫的 李把店 西把店 剛才 妳有提到那個 這個把我頭髮搞的 幾次認證的人 其實相當完 你以為因為她不認識 你知道 她不認識的時候 就很淡然的寫 可是妳沒有想到延伸 真的是 沒有什麼 台灣她說 間半半毛康就對了 她就會有朋友告訴她 欸欸欸欸欸 妳生了啊 這樣 然後妳在那裡 還要老婆死了 妳怎麼能說 就 就 雖然妳很困擾 妳還是 妳把妳的困擾寫出來 可是她 比如說她會扶妳給妳傳教 妳跟她講說 妳剛才講說 妳好累嗎 我來過幾乎 我就說 她說 她要兩斤 她說 妳還在那裡 她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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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天 她說 妳說 妳閉著眼睛 好了 我去說 妳就是因為什麼心狀態 妳閉著眼睛 不要理她就好了 妳對 她說 妳對她的眼睛 妳對她的眼睛 所以 走到眼睛 沒有辦法 因為我這種 我兒子就說 妳就不理她就好了 我說 妳以為不理她 是這麼容易的事嗎 有時候 男生早晚也冷 像我寫我小課 我以為長在一起 我寫我小課的家 裡面提到 她不小心 就是她因為 起了一個費用 然後這個費用要走了 時間大概要走了 她竟然跟太太離婚 然後讓費用 跟費用結婚 最後一滴了 要代附的就是移民局 對不對 法律都會追溯的問題 所以我要寫得很理會 這樣 裡面沒有人吧 然後 後來我說 我的嫂子又 弄假成真 然後又嫁給別人 跟別人 就跟別人在一起 又嫁了 跟別人在一起 然後就搬出來外面住 然後我小課就跟我講說 妳小嫂子 我有不得已的苦衷 我小嫂子 她也是 四個是她 也要放在我們家的祠堂 她現在也在祖宗 拜我們的祖宗 怎麼怎麼 她老婆也是 我照顧了 結果我沒有想到 我小哥 就 她更早生病 結果我少時就照顧她 然後給她租房 給她零用錢 一個月房子一萬多 零用錢一萬百 然後 就等她在養她 對不對 可是我寫的時候 我還是擔心啊 那我嫂子會不會生氣啊 我的哥哥會不會生氣 我哥哥來跟我借錢 然後跟我媽借錢 然後我沒有 我媽還說沒有錢啊 你看 在後來那本書 沒有人知道 結果最後 我就先 我媽就說 妳先照顧她 我沒有錢 結果 我就借給她 可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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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寫這件事情的時候 其實覺得 她很無效嘛 對不對 等到我媽過時 我把她後來出來以後 我家屬沒人 就送一人 那就是聽了我媽媽的 我寫給我 兩個小哥的時候 就 開始了 就我 我就在裡面夾一張說 妳知道我看著家 我會看 妳就不要這樣看 這樣 其實沒有友善的 那樣 然後我說 媽媽都生病 妳還在借錢啊 這樣子啊 就沒有想到 然後後來第二次見面的時候 她就主動 妳想要緊張 我實在很不掩蓋 她也真的出好文 你知道嗎 這一次我又寫了她 寫了她 她怎樣子 後來因為 那個錢就是 分財產的時候 就有一口獻金 就把她扣起來 先扣給她 對吧 我嫂子後來先幫妳 就覺得說 這樣子媽媽清理不舒服 所以我嫂子就先幫她 叫我不要跟她講說還了 不然那妳不會還她了 讓媽媽開始就好了 那可是後來跟錢 就把它扣起來 我跟著大陸啊 黑換黑 黑換黑 漂亮的貪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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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貪 我欠我媽媽的錢 我自然會被她算 你不要算 她要給我的錢 是她要給我的錢 你就要分貨 就對了 你做人 你不知道責任何事 媽媽做人家 你就是賣了 你一定賣了 我很相信 結果我就正想說 我怎麼賠好了 我就來賠嘛 現在都講成這樣子 結果後來找人知道 以後就沒有人要我賠 可是這東西是事實啊 我寫在裡面的時候 我小子 那一天來 我沒有在演出 我念給他 我就是這樣 跳過去出來 後來練出來 我小子都 你去啦 那你丟 你嚇到終點了 沒有問題 那我嫂子 昨天來 昨天前來 大家都說 你嚇到我一人 我現在都沒看到 我小彎子 他就一直在那邊 我就在旁邊 一直講話 跟著小彎 我還問他問題 那他剛才找他 這樣不下去 還會輸出 然後他等來再看 我還不敢 我想說 你等來看 那我看不到他 他在那裏 拿補頭 拿補頭來也 卡不到我 比較安全一點 但這完全是這樣 那你剛才提到 你有自己的生命 那是我大概 應該是 第二十五年級的問題 我現在變得 你錢了很多 但是醫院這件事情 其實還是有很多 像我小彎子 我不會也 我前生去開刀的時候 其實非常荒唐的 台大醫院 非常荒唐 就是他去開那個 一個就是要 他要到晚 其實三十個鐘頭 開了十二個鐘頭 結果出來之後 本來兩三天就結束了 他待了五十幾天 什麼原因呢 因為他們的機器除了病長 我們不知道 有一個是要把這個 這個不是這個血 這裡有血嗎 開刀 然後它流出來 導引管 他長得胖啊 那個機器的胖胖 把它抽出來 都沒有抽出多少出來 可是這邊就是一直 就一直就是不對 就是尿沒有多少 那個血痕 可能在這裡還是怎樣 後來十幾天 那個護士都在那邊 跟我先生說 拜託你看 你怎麼這麼好聽來啦 我以前喔 你在開刀房 都在反倒你的事情 說要去給你老輸 甚至於 後來在生病的時候 他先生 醫生出國回來 他還說我先生畫冊 你知道嗎 你就知道他 一直到自己闖得多大的火 才會這樣子 然後還說 我先生在畫冊的時候 他說啊 畫得真好啊 要他送給我一張 這就是善意的表達啦 那我都覺得說 啊醫生喔 我有時候就很生氣說 後來在護理獎才發現說 這個機器喔 它是美國72的一個機器 一直到現在 雖然馬達在打 是沒有抽出來 竟然所有人都沒有看出來 這個東西 然後就是白白在那邊抽了 也就是又抽 其實沒有抽嘛 那你說應該怪誰 這個其實是嚴重的醫療疏失啊 所以我跟我先生講說 啊真的 很氣啊 我先生就說啊 你一天都是有問題 那不論你去哪兒 我那些 我那叫他 懂重情一邊打 啊 他也是一邊緊張 他就丟了 丟回來啊 那我就想說 有點沒錯 就是這樣 我就是 我我我我我我你這樣說 我先生就是因為他欠緣的 我總是向他多學習 對 就說 不要那麼求全 但是我總覺得醫生還可以做得更好 比如說像那種 有個那個 緊急鈴啊 鈴子都按不動 就看了沒有聲音 這個其實都 都虛設就 就變成說 你依賴那個東西的時候 反而 從事更大的人過來 所以當時我審定 我那確實是有好幾個醫生上來說 甚至有的醫生還來說 你以為我們一個月 一次什麼時候 你都要譴責 那我就覺得這不是譴責問題啦 就是好像 還可以更周到 我們作為病人 總是能夠希望 可以要求的更好一些 一些一些 總是讓我們所信念的人 能夠少受一點 那是很重要的 謝謝 好 我真是光是一好人啊 真的 還是我會這樣 謝謝這位觀眾 聞到 也謝謝兩位老師的回答 那我們這邊 先說明一下就是 我們這邊文群雜誌社 陳范今天的講座 然後 有準備了五份小禮物 給五個問題的提問者 那剛剛已經送出一份了 然後我們前兩位 可以拿到這個 精美的小麻布袋 然後後面的三位提問者 可以拿到三個小回答 那我們就接下來 繼續提問 然後我們有一個站著的人 好客人 來來 你先拿 好客人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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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推薦我 這個特別好的活動 我 要謝謝你 謝謝兩位老師 那我的問題是 我三十歲以後 為了寶寶 我把生物中調整到很健康 也不用吃安免藥醬 所以 晚上十點之後 不看書 也從來不寫作 那個寫作 跟你們職業是不一樣的 就是平常自己會寫的 但是我覺得我的文法 好像從此就沒有辦法好了 而且這個想法 就沒有辦法 像以前深夜寫作那樣 好像是一個孤獨症的治療一樣 那個效果就變得很長 就變成說 我要表達什麼命題作文 去寫 然後寫得又不滿意 但又不能不發 因為這個時間過去 這個也知道光衣就浪費 所以想提問說 既然老師有很多寫作方面的經驗 以及也做過一些探索 可不可以 也給我一個藥方 就是對我這種 強行把自己生物中調整過來 在白天寫點東西的人 給點意見 就可不可以 做一些調整 我相信錯是在我 我覺得寫作的人宿命 應該是 您之前的那個狀況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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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各位聽眾朋友的那個回想 這樣子 那我分享一下我寫作的這個時間好了 因為聽起來像是在寫作時段 與靈感文思之間的關係這樣子 那因為其實我們之前的生活是比較忙碌的 其實我也是都在一些可以運用的時間 譬如說週末 然後或者是下班後 那分享一下我的好朋友好性能 他其實是一個很服務的人 他把他的週間都放在那個醫學工作上 然後他強迫自己週末也是要來寫東西 那我覺得其實忙歸忙 可是如果你可以很規律的話 就可以保持你的寫作的習慣 那寫作這樣子的事情其實 並不是會一直有靈感的 我想很多寫作的人都會有這種感覺 並不是你要等靈感出來的才寫作 如果你真的是希望要斷念寫作的話 其實沒有靈感的時候也可以試著寫一寫 就有點像在挖一個渠道的感覺 那你常常寫之後其實那樣的練習 會讓寫作越來越順利 對 OK 好 我也接續的講 其實我全然是在夜間寫作 我真的就像玲玲說的 平常時候也在寫 我隨時都在寫 即使不在寫也在想 那最重要是隨時都在看 看完之後覺得有時候隨時都在講 講很重要 講給別人聽 比如我今天在那邊演講講完了 以後等一下也許有某一個什麼樣的反應 我就寫到我的練習書上 我寫了它當作一個題材 以前我沒有演出的時候 我就寫了一個夾子 寫作的採用稿 然後就只有一點點 可是等到某一個時刻會忽然間 我就是跟那個月天白天的關係不會很大 你只要常常常常寫 而且就常常沒有靈感的時候你也寫 你就想 其實你只要看了 看了以後你常常去想 就會有很多媒體 都有很多的靈感 我常常在臉書上面寫的 就會覺得說 今天要寫哪一個比較好 因為有很多個 它不會只有一個了 隨時都會有 你去開個會的時候 誒 有一個人 比如說我們去評選案子的時候 他拿來做報告 跟阿姬跟什麼 打頭大看 阿姬二跟這個 PPT檔自己打不開 阿姬三個這個 這個什麼 然後最後一個來 很厲害的人 然後他才走出去呢 馬上站場的幾個 幾個評審委員 都是男生比較多 你會知道 像這種比較高階的評審別人 大概都男人比較多 這也是一個觀察 好 然後就發現 阿姬就講了 這個女人厲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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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女人還好意思 因為 作業會比較難 可能很差 第三 可能嫁嫁出去 也是 直接嘴說得好 她就能做到一樣 那我就覺得很奇怪 我說 阿你認識她嗎 她說不認識 她說你怎麼知道 我說 心無謂在 這就是我們的痴痴症子 你立刻回家 你就會覺得這個是不對的 這個是不對的 這個是不對的 這個是男女非常不平等的 非常不平等的 就是你男性的沙文主義 強烈的地方 然後你跟她講說 我覺得很厲害 我覺得她很厲害 後來正寧他們也覺得她很厲害 也都給她了 可是嘴巴就是不饒人 我說他們很厲害 他說 就是像你這樣有能力的人 你才會這樣子講 那我其實想看到 你是不是沒有能力還是怎樣 像這種東西其實 你剛才你回家 你就可以寫一篇 有關於兩性平權的一個範例出來 非常具體這範例就出來了 所以隨時也耳聽八方 連關四方 不必等到晚上 不必等到晚上 大家有些是一個習慣 方案調整 好 還有沒有 來 注意 謝謝 謝謝 老師 老師好 我有問題 Là 我是高三層 我為了導師 他是你怎麼穿術 所以在老包內�來了 Ş 我為了他的朋友 林秀吉 秀吉 是的 我的合意文行 對 老師有 尤雷老師 還有給我看過一篇文章 關於林宗她一本新作的時候 一直辦不到那一頁的過程 對 我現在就隱密感覺到 我一直 我覺得我現在在經歷的 可能是這個過程 就是我不會清楚 我隱密感覺到 因為家人有些事會說 有些事不會說 我想要會導致 就是這麼經歷關於知情的失去 還有可能一定會 就在你們這些歲月 對我 OK 好 謝謝 那談到的可能是 有一篇叫做第五十七點 就是我一直想說 我每次都把新書送給媽媽 然後寫上一些惡意她的話 謝謝因為有你 所以才有我寫出這樣的文章 可是有一篇我寫了一個 那本書裡有收了一篇文章 是我不想讓媽媽看到 因為我寫到她 已經變得很嚴重的 廚房都進不去了 然後她打電話來說 大廚師說 菜不會油 要怎麼做 因為那就是以廚房為中經典的 那我就那個第五十七點 提到我看到這些東西的時候 就是不希望她看到那個 那怎麼 那是就談到這個廚房的事情 就等等的 那我覺得上清這件事 我們人人都會遇到 我年少的時候從來很怕死亡啊 就想到說 每天媽媽也會死啊 空宿也死掉 空宿是空宿的 我心情很恐怖 可是那道理的至今 像我們高中年齡來 我們的公公伯伯伯伯伯 媽媽接續過去 尤其媽媽過世 我的心情是最極喪的 我找姚小萍她沒有在 我未來或是屬媽媽負責 那還要牠負責 所以我們忙人無所知 就知道你們死亡怎麼樣 可是媽媽所接到你還沒來 然後我來陪伴著她 所以她死去的時候 尤其我覺得急診室 裡面演出的一些問題 然後都是醫生的問題 不過我後來就回想了說 80幾歲的原因 她死去必然也會有一個原因 那個原因通常最後我會怪醫生 其實醫生你是作為一個替代的 就是因為 就一定會有一個什麼樣的理由 那通常最後是醫生來接受 這些事情 接續上你跟我們之間的一個關聯 可是我就是靠協助 我就靠協助 我又一直在爬出我母親的過去 我去問了很多 我關於我母親的 跟我母親熟悉的其實已經變得很少了 然後他母親是一個時候 譬如我回家鄉的時候 我們就會看到我在打 把房子打掉 他們就會過來說 唉唷 怕事嗎 喔 廚安打掉 人家我廚安打掉 人家我廚安打掉 我變成一個院子這樣子 然後他就會說 你媽媽經常都來我的那個 叫做什麼 他賣那個美乃滋 就是美乃滋 他在做工廠在那裡 你媽媽經常回來 我跟我說 都說到你 都說到你 我眼淚又把他看下來 我說原來媽媽 就非常指望他在做什麼 就是當我們不在的時候 他在做什麼 這件事情 當我把他書寫出來以後 我覺得 我很慶幸 他在連賣的時候 我把他接來住 我母親非常的開明 他不相信說 時候我必須要怎樣拜他 或什麼 所以我們現在把他 放在寺廟裡面 哨了不回憶 我其實也很想去看他 但是我都在心裡跟他說 像以前一樣的 他活躍的時候一樣的 有什麼榮耀的時候 我是第一個打電話 給我媽媽說 媽呀 我告訴你 我得到中藏務一張 媽呀 得到怎麼講 所以得到去年的 前年得到了 應該是去年 得到了 前年 五張年文學講的時候 照樣的第一件事情 拿到這個消息之後的第一句話 我就趕快跟我媽媽說 媽媽 女兒又得到了一個信 就希望 然後藉由這樣一個東西 藉由書寫 藉由出書 藉由我後來覺得怎麼樣 能夠達到母親最大的期望 就覺得我一想 哇 放心母親 最終的其實最大的期望 就是他過世了以後 全家也不要分散 姐妹不要分散 有一次他跟我很生氣啊 說他到早這樣子 都不叫他去啊 就便宜了他們啊 就苦了你啊 我說你怎麼會這樣 我覺得我這輩子最幸福的時光 就是母親在我正的這段時光 我十七歲離開 有我沒有長期跟媽媽相處的 那我說如果嫂子 我聽我們都幫你嫂子講話 我說啊不會他不會啊 我如果嫂子對你不好 我說你看他好了 你死了 我絕對不會去找他 我絕對不要再跟他交往 我抬頭我都不回去了 我媽媽默默的進到屋子裡面 要一天早上出來說 做人要比較寬厚 不管如何我會想要 拿點心碗就對了一堂手 要拿點白鳳燈 這就是我後來把那個房子 整個拆掉 然後重建 然後弄個花園 然後兄弟姐妹有信誓的時候 都可以回來 我回去的時候 可以叫我的中風的哥哥 到我屋子裡面 他就在期盼我陪他打個小牌 我為了那個練習打牌 這就是我能夠做的 我媽媽能夠做的事情 我覺得這樣子來今天母親 其實讓自己很期待 不知道有沒有回答你的問題 舊傑是我最棒的一個學生 他其實我覺得你們老師做的很好的示範 舊傑在很年少 就是在念詩心的時候 也就是說 念到二年他說他要離開了 他去重考到市場 所有老師都捨不得 都這麼好的學生 一定要把他留下來 許他很多的好處 你可以直接念博士班 你可以留下來當老師什麼的 他說他堅持著走他來問我 我說老師怎麼辦 他當我的聚 我說老師告訴我 什麼理由一定要這樣 因為犧牲很大 馬上就要畢業了 從頭面積 他說因為我男朋友在南方 我說那你還 好那個男朋友可看嗎 他說看起來是蠻可看 我說那你還等什麼了 趕快去吧 所以我一個人鼓勵他去 後來我就印象很深刻 後來又一天他就打電話來給我 也是在補華辦 等一下就打電話 我就走到那個安住裡面 他說老師我告訴你 我搞到這次了 老師了 啊 我兩個就跳了 我就在那邊哭 那你家都以為我曾經苦 然後就往來 他就到南部去 然後後來考到了桃園 他的先生 因為他先前有所 有所詩 有所割捨 所以他先生後來 本來在南部也科 科技單位的認識 就因為他 他也去考教職 為愛相遂 我曾經寫在年頭到我的天堂裡頭 我覺得人生有時候 真的也是要為愛相遂 就是有所欺捨 有所得了 有所失了才有所得了 好謝謝 謝謝 謝謝 也是關於寫作跟寫作障礙的問題想問 就是 因為我最近有點 我最近覺得 有點懷疑 就是 你閱讀寫作有沒有幫助 因為 好像 因為杜甫不是 杜甫不是講過說 讀書破案卷下筆如有神嗎 可是我最近越來越懷疑這句話 我最近 最近覺得說 好像你讀的書越讀 你會覺得說 你就越覺得說 好像 你想要寫的東西 或你感興趣的東西 其實都有人寫過 而且 你沒有把握寫比他好 對 然後 要不然就是說 甚至讀書這件事情本身 如果你是為了要寫文章讀書 然後就變成某種無間地獄 這種感覺 就是 你永遠讀過完 然後好像你讀完之後 好像都有些東西 你沒有辦法cover得到 然後沒有辦法cover得到 然後你開始寫的時候 就會覺得說 好像 什麼英國關係沒有 英國關係變得很弱 然後根本寫不下去了 對 所以 就這種狀態是已經持續滿久了 然後 然後我最近同時又看到 另外一個 另外一個前輩講了一句話 他說 你要寫好一個故事的話 你要先有 你要先有自己的一套知識 知識基礎 然後 甚至是要有一套自己的理論書 一樣 然後我自己覺得 我其實這個部分好像真的蠻弱的 可是現在 對於三十好幾 我也不知道該怎麼加強比較好 對 其實現在覺得很光軟的狀態 就想聽聽兩位老師的意見 我覺得寫作就還是要快樂吧 那就是說 我覺得如果說 我覺得如果說你為了寫作去讀書 這樣子 有時候我們會看到有些文章也變得像是一個summery 或釣書彈這樣子 你好像就一定要引用了誰的柱子 然後來顯得自己的文章很壯大這樣子 但是我覺得其實有時候寫作其實你只是在整理你的內心 或者是紀錄你的日常 是很貼近的 那我覺得 大概寫作你會達到這樣的文章就好 那你跟書的緣分 就真的是看緣分 有的時候你沒有讀到這本書 可是也許你真的也沒有損失什麼 那有時候你扶持心靈的 你沒有建立一本書 你剛好有這機會看了它 然後它也給了你一些東西 也許未來在某些時刻 在你寫作的時候你又想到了它 然後它剛好跟你人生的某些關節吧 那我覺得這樣就好了 好 這個我也稍微補充一下 你剛剛提到她說 啊緣分寫得滿好的 再寫就超不過看 我有一個學生就是這樣子 他說 他精神有一點點 不是就是優異症這樣 那就我就跟她講 我說我就用各種方法 我說你有什麼 你又問啊 他說我喜歡畫畫 啊那好 我說十三年喜歡畫畫 哪一天啊 你跟十三年一起去畫畫 我就幫我先介紹一個工作這樣子 然後結果有一天 我就送她畫冊 一個西方的畫冊 達文寫寫 那後來我們那個助教很好 那個助教對學人都很關心 然後我就問 欸你覺得那個同學現在怎麼樣 他說 他說你這樣鼓勵他畫畫 他看了那個畫冊 以後就說我還畫什麼呢 人家打文思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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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說一看就這樣 我還畫什麼呢 結果我跟那個助教非常地棒 他說 這個世界上聰明人好多 他們都生了小孩的 生了小孩 生了小孩 這樣都比我們高 我們幹嘛還生那樣 不一樣啊 那是我的孩子啊 那我就覺得 哇這個助教真的 如果真的是大中心 裡面被冰刺我 我會覺得說 啊 是啊 怎麼辦呢 這樣 那是我們自己生的孩子 對 就是我們寫的東西 那要不要讀書這件事 讀書我覺得是沒有什麼壞處的 就是其實你不要受它的拘束的時候 是沒有說 比如說我看到第三個河岸 有一個融化的寫詞想說 它就引發我說 哎呀 現在好 我就會 你知道嗎 就會想一下 絕對 假的 就說 我也有類似的啊 就算不是類似的 我說明有可以什麼樣的 或者是它寫到 剛好寫到我的心態 它談到了一個男孩子 怎樣子歷經的人生 那它爸爸一直到河裡面去 然後說讓人家找不到 他每次都偷偷的拿東西去給他 這是一個魔幻形式 生活中不可能出現 可是裡面寫到的是一個人 對失誤的承擔 對於用心的承擔 結果大家都走掉了 兒子也走了 不是 這個哥哥也走 妹妹也走了 媽媽也去醫性確診 甚至於他一個人還在那邊繼續 他有一個人就決定要趕快 我要下海去 我要替爸爸上來 讓他上來 這樣子 結果 就先前 他姊姊生他孩子 就存出攤 你用小孩子 主孫的延續引誘他 可是爸爸沒有出來 那這次他以為 他覺得他混了行李以後 就決定要去代替爸爸的上路轉 他爸爸就在忽然間 然後就把他手搭在他的手上 他忽然間大吃一驚 然後落荒而逃 這個故事突然印象好深刻喔 然後他的大拚一場說 我這個人吃個食蠟 就是毫無擔當 我到節目演的時候 其實點部就沒有用 爸爸要正正要套上來的時候 他就這樣 就是讓我想到我自己的眼神 後來我母親過去 我就變成家庭裡面 一個厲害的小竹 因為其實我母親的體位 誰有什麼事都來弄我 那我就覺得 喔 解決這個問題 把人家的憂鬱症的小孩 也帶到家裡來住啊 然後我的小公主在醫院裡面 我也每天就是承擔 把他從桃園界來去台大醫院 都搞了自己喔 人家麻煩的 我就看到這小時候 我就大吃一驚說 我能夠做到什麼時候 有些事情還是要他自己承擔啊 所以我們家族裡面 我相信每一個人的家族裡面 每一個人是最受到卡通華爸所所依賴的人 永遠背負著很沉重的殼啊 可是很多的東西 他要回歸到原來的地方 我就看到健身的影響 我們就覺得 悅悅其實是很有動作的喔 有時候你讀了 你不知道什麼時候用 但你如果是為了要用來讀 那會沒有什麼意思的 就好像我們現在很多的學生寫作 都會寫 是不是都過說什麼啦 你剛剛帶著一套的東西 主要是為了應付聯考 這個東西就是最沒有感情的東西 可是我們以前也做筆記耶 我們看什麼 保瑪麗夫人看什麼 咆哮參加每個好聽筆子 我們寫起來 我們並沒有打算 要把他拿來作文用 可是他就進到我的腦海 因為我們辛苦了 超過了 我們也做筆記啊 那以前看那個張愛玲的小說 剛來的胡蘭全的小說 都還不能 我們還不能還沒有好像被進來什麼 我們都都抄啊抄啊抄啊 這些東西 胡蘭看起來都非常的幼稚啊 可是他就是我們的 我們經歷啊 加油啦 這個時間差不多啦 還是你還有什麼可以嗎 有沒有 還可以 還可以一個 來 來 老師好 就是張愛玲老師的文章裡面 他都會有老師那個先生的寫他話 那是想要了解一下 就是有關這些他話 是因為文章而產生 還是因為老師先生的本土而有的靈感 這之間的關聯 好 謝謝 謝謝 今天早上我還在跟我先生講說 有圖有真相 我已經幫你想好的題目了 你就寫這個題目啊 因為他幾 幾乎是從法英國85年開始 畫畫畫畫到現在 畫了幾億可能上千本的小本子 他每天就拿著去畫畫 有時候畫大的油畫這樣子 那幫我畫插畫其實是不心插流 原先是有一天剛好什麼來個報紙 我們要求我們一起去親 中國時報 我們去親 他就畫了正水手就畫了 就那個主編編輯就說 欸 要不要把這個剛剛我們四個 我們如果主長回來都要寫文章 就來當作我們什麼的看頭啊 然後就開始就有人 有主編就來邀請他幫我的 我一邊寫文章 一邊寫文章 他一邊畫插畫 那畫插畫我就不滿意 我對他的插畫非常的不滿意 因為我覺得 一旦為了我的文章 畫插畫 那個文章 那個文筆都非常的強硬 你知道嗎 其實真的是這樣 所以我就一直搞老爺 就啊 你這是寫的畫畫 怎麼什麼的啊 你不要用這種 你紅筆機什麼什麼 然後後來他就反了 他就說 不然我畫就這些啦 那你自己挑 然後看起來就這樣吃這個 那我就自己挑 那等到有一天 我就說 不好意思 不然你畫了 我幫你寫文章 然後我們一天就跟他討論 我說 你看我的利益喔 畫這樣喔 然後我就說 你是很快的你帶我 我由此 由這天 我就想到婚姻的關係 婚姻的關係 在這個婚姻當中 我就可以看出來 誰都委屈比較多一點 我非常有良心啊 然後 那這個就是 他現在還地址不頂的話 那因為我 以前我叫他說 你上演出 他死不肯拿 他覺得很浪費時間 然後這幾天 因為他們有個 世衛型 那個手機啊 要去換 他說我要換老人機 我說好 你換老人機 但意味著你不用上網了 所以你去把那個 上網的錢 世衛型的取消 你就用老人機好了 自當他的 我說你就自甘肚肉 你就老爸 這樣子 然後我說 你幹嘛 你如果要換個 智慧型手機 你就上網 你又要跟上那個時代 他被我驚嚇 就覺得 變得老人 所以他就 我說你有那麼多東西 可以抠 你就試著寫一點東西 你寫 不要寫像我那麼多 你就寫少少的字就好啊 然後你先把 你以前 有的也可以弄出來 全門就一成為 一句五百多個按讚的 他樂的不得了 他就開始說 人生有益 所以我說 你不要去 我又不要去個題目 我說 你看你從開始 怎麼樣子 在科技單位 他是做非膽的 怎樣子 退休之後 怎樣參加畫會 怎樣被 畫家林藥黨抓去 畫人體模特兒 怎樣子跟著雷香 到處走走走畫畫畫畫 然後呢 跟著就自己出門 剛開始偷偷的 有人來就把他送起來 那後來就說 好 好 那他到高等級的時候 在海雲這麼畫的時候 一搭跟那個人就跟他旁邊 還指導他 哎 這個人這樣 不要入閉 這個人這樣 好 就變得非常有趣 他跟這個世界的接觸 就越來越不見 他本來是一個宅奶 一直想當宅奶 我就一直把他拉出來 一直把他拉出來 我說你現在看一些 你這個經濟 非常對很多人會有意義的 因為很多人 他們老了 也不知道做什麼 就非常寂寞 你有的話 有了等者 跟世界接觸的 我說沒有什麼損失啊 對不對 我說他說 他怎麼必要的時候 我說你去申請個狗藝會的講序 他說沒有 要去跟年輕人搶錢 我說不是這個意思 這是說你有了一個案子以後 你就會客擊完成 就不像說 你沒有什麼 就自己是 你就很隨心的說 他其實就是這種 比較不會亂及 這樣 但是他看起來 你這也還沒有優秀行動 欸 好